7月22日 知名中餐连锁企业移动经典蒙特利尔公园分店 在万豪酒店内隆重开张 美国国会员赵美新助理李清卫 加州众员方树强 亚凯蒂亚市市长郑博人 何陶市前市长林恩成 蒙特利尔公园市市议员罗佩廷 黄太平 吴绍荣 前市长陈李宛若 刘达强 罗斯密市副市长邓舒灿 市议员劳朱家仪 前阿罕布拉学区教委黄赵启臣 圣盖博士商会执行主任 Sandy Roscoe等政商界人士和社区代表 到场祝贺 加州前众议员吴国庆主持了开张典礼 移动经典老板海港大酒楼行政主厨何惠东表示 美国移动经典连锁餐厅 蒙特利尔公园市分店是知名高档月市海鲜餐饮企业 美加海港餐厅在美国开设的第三家分店 选择在大西洋大岛防华地段 五星级万好万一酒店内一楼 这是中餐馆所独有的最佳高档地段 目的是把最好的食品最佳服务呈现给洛杉矶不同族裔的民众 洛杉矶不同族裔的经典 所有的精品产品也要带到蒙基巴这个城市来 也是提供给周围的城市客员 全新概念精品点心餐厅移动经典 由何惠东在加拿大温哥华创建以来 一直深受广大食客的追捧 全新概念的餐厅 以简约时尚的装修风格为主 有别于传统的港式饮茶 让食客耳目一新 店内所有点心都是集点激争 而且提供免费泼车服务 移动经典的食物制作 把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 如鬼马炸两 金箔虾脚黄 黑松露烧麦 松露烧鸡黄 蜜汁叉烧 松绒菌炖鸡功夫汤等 既有广东菜肴的特点 又有精致装饰和高质量的原料 加上宾至如归的殷勤服务 勿求给食客不一样的饮食新体验 华夏电台记者 蒙特利尔公园市采访报道